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 就是同时讲两句很矛盾的话 我们一方面讲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马上接着又讲 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 那我问你到底哪一句话才是对的 答案是很标准的 就是都对也都不对 很多人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 所以苦恼不堪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是指人类共同的部分 我们有共同的性质 就叫人性 而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 是指我们的个别差异 就是个性 一个是共性 一个是个性 两个都存在 人与人之间 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 饿了就要吃东西 疲倦了就要睡觉 所以其实你也不用怕失眠 有很多人跟我讲 他说他睡得很少 其实我都劝他不必介意 因为按照我们共同的生理需求 当你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你自然就睡着了 你还撑得住就表示 你根本不用睡那么多 也没有说每个人一天到晚 都是共同的要同一时间休息 同一时间睡觉 也没有 有人八小时才够 有人六小时就够了 所以听话要仔细听 不要断章取义 人有共同的部分 使得我们很容易彼此了解 但是人有很伤脑筋的 叫做个别差异 你看同胞兄弟 他父母是同一对 生下来他就是不一样 他就是不一样 因为这个父母他有很多DNA 你哪个爸爸这个部分DNA 你哪个妈妈那部分DNA 第二个哪个部分不一样 组成了你自己DNA还是不一样 孪生兄弟照理说应该一模一样 也有很多地方不一样 很多地方不一样 个别差异 是使得我们情绪反应 会产生不同的主要的原因 何况 个性是很难改的 个性怎么改 但是个性碰到环境 它会改变 环境一改变 个性又回来了 所以到底能不能改 答案又是说 有时候能改 有时候不能改 我希望各位了解 真正的答案 其实都是讲的跟没有讲一样 现在年轻人很难接受这样 认为说你都没有讲清楚 我希望各位了解 只要用中国话讲道理 讲清楚的几乎都是偏 都是有错误的 我这句话 是梁书敏教授讲的 我把它附送一遍 任何事情 都有相当的道理 但是都不能够强调 一旦强调 最后都是错误的 就是过于不及 所以什么话 讲到差不多 你不能再讲 再讲下去就错了 因为再讲下去就变一定了 一定就是很不可能的 我们常常强调一件事情 读书最重要 这就为什么读书最重要 身体最重要 为什么身体最重要 那个罪子 其实都是很不可靠的 每件事情 有它方方面面的顾虑 你只看到一面 你只强调一面 不是过就是不急 那就不合理 不合理就是错误 你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我们中华文化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中国人讲话 老是含含糊糊 老是不很确定 老是讲到哪里 他就不再讲了 其实都是非常正确的表达方法 但是因为我们跟西方不一样 所以你现在用西方的方法 来看中国人 那当然一无是处 个别差异 我们必须要加以尊重 因为你也有 不是说只有他有而已 我喜欢喝茶 你喜欢喝咖啡 你就喝你的咖啡 我也不要批判你 也不要劝你跟我喝茶 不需要 那你问我 我喜欢什么 这一点我跟前目教授是一样的 前目教授他在国内 他一定喝茶 可是他到了西方 他一定喝咖啡 很多人就问他 前老师 你不是喜欢喝茶 怎么来到美国喝咖啡呢 他说美国没有好茶 那我不喝咖啡 我喝什么 那回到中国有好茶 我还喝咖啡 那我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这样子对 你看有人到美国 一天 非花好多时间去吃中国菜 这是很奇怪 你就吃一张麦当劳会死吗 像我在国内 我是从不吃麦当劳的 可是到美国 有时候什么都没有 就一家麦当劳 我就吃麦当劳 这么了解 人连这一点弹性都没有 那你情绪怎么会稳定 你跟到美国 开车两三个小时 就为了吃一个中国菜 你个神经病嘛 他很多人是这样 没准备菜我们吃 其实美国你吃得到中国菜 根本吃不到中国菜 我有一次在美国中西部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中国餐厅 我们几个人就进学了 进学我就 因为我这个人眼明手怪 我就看到一个人 是中国人 往里面一直跑 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问waiter 我说刚才是不是有个中国人往里面跑 他说有啊 我说那人是谁 他说我们老板 我说那你奇怪 你们老板看到中国人就往里面跑 他说先生 他不是看到你才往里面跑 他只要看到中国人 他就往里面跑 我就不服气 我就到里面找他 我爸你 他就躲在厨房里面 我说你不是中国人吗 他说我是啊 怎么不是 我说那你这个人很奇怪 你们看到中国人就往里面跑 他说我不跑不行 我说什么道理 他说我来这里是来读书的 没有想到读不下去 又不敢回家 什么都不会 就开个中国餐馆 可是我又不会做菜 那我就买个食谱 买些县城的 连来连去 专门偏老外的 那中国人竟然不怕我骂死了 所以赶快躲 那我说你躲得有道理 你躲得有道理吧 天底下是无奇不有 我们彼此尊重 彼此包容 彼此谅解 大家情绪都很稳定 你一开始就骂他 你骂他什么 他对了 他有道理了 是你不了解他而已 他有他的苦衷 个别差异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我们面对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的经验不一样 我们面对一件事情 我们立场不一样 我们面对同样的事情 我们喜好不一样 你看看电视就好了 有人很热重 足球 非看不可 晚上不睡觉也要看 我就从来没有这种雅心 我什么都可以看 但是要配合我的时间 我有时间 我有精神 我就看 你看窗球 我一看 为什么不看 你为什么一定要说 我是什么 你是什么 这不自己找他 麻烦吗 那个不是 好像他一下子 就是标准的足球迷 好像不谈一些足球 就赶不上时髦了 这都是很奇怪的想法 这都是非常奇怪的想法 大家有发现 像我对什么打了这些 我没有什么忌讳的 你忌讳他干什么 我希望各位慢慢去了解 你越喜欢一样东西 也是不正常的 你很不喜欢一样东西 其实也不正常 你不要那么极端嘛 无可无不可 你自然就很平和 面对同一件事情 我们的看法 为什么会不一样 我们的感受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同 因为我们的家教不同 因为我们的性别不同 因为我们的特质不同 就这样子 第一个 你美国人 他的看法 跟中国有什么不同 就是美国人 小孩一到十八岁 他就要离开家庭 他不来离开家庭 他就觉得很丢念 所以美国人 抚养小孩 抚养到十八岁 十八岁以后 他去读大学 他就开始自己要去贷款 将来毕业以后 才去还政府的钱 不像我们这里 要读书 爸爸 钱 所以我们这里 做父母很辛苦 我常常讲 我们的家庭是无限公司 人家美国家庭是有限公司 你无限公司 跟有限公司 你怎么比 美国人他宁可 把他的财产捐给社会 他不会给他小孩 他不会 我们是再怎么样 也要捐给 留给自己的小孩子 他看法不一样 那你说谁对谁错 你问我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各有利弊 文化不同 就使得你很多的感觉 是不一样 你到夏威夷你会看到 那家老外去夏威夷 一大早去 然后挖一个沙坑 把自己埋在坑里面 沙埋到这里 晒整天 他还不会头昏 中国人你晒一个小时试试看 整个人就昏倒了 所以反正是中国人到夏威夷海边 都躲在那个椰子树底下 要么拿把鱼掌 外国人看了哪一掌就笑 你拿鱼掌干嘛 外国人从来不拿鱼掌 中国人就躲在那个椰子树里面 那椰子一掉下来就把中国人打分了 然后外国人就告诉 去告 告夏威夷政府 一告 得到几百块钱美金的补涨 那中国人就有兴趣了 不但躲在那里还摇 看看颜子会不会掉下来 结果搞得怎么样 搞得夏威夷政府 把所有数都卡关了 他不敢嘛 他下来赔不完了 这谁对谁错 没有人错也没有人对嘛 谁对谁错 我非常反对说 文化哪个对哪个错 我很反对这样 因为个人想法不一样 个人长期下来 生活的累积的经验不同 所造成的 家教不同 我们每一家都有独特的家风 就造成我们的看法 跟人家不一样 男女 我一再讲这句话 他是平等的 但是他性质是不一样 同权不同职 而且每一个人 他的体质不一样 他的嗜好不一样 他所学习的背景 他成长的背景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加以尊重 因此呢 我们就建议各位 要首先认为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包括自己在内 这是最好的修养 我们常常先入为主 我们经常自以为是 我们常常以偏概全 我们常常非常的自我 而否定了别人 每一个人多多少少 都有这方面的缺点 而这个缺点最后是 自己要承受的后果 就是自己会不安 老实际一个人做错事情 你先会不安 人家骂你不骂你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体会 到底要不要骂人 其实骂人没有什么效果 你骂他 反而使他理直气壮 你看我做错了 你骂了我了 是你不对 你不骂他 他反而自己很不好意思 他会来补救 他会想把他做好 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 调整的话 我看你的情绪 很快就会改变过来 我们情绪上 所有不良的反应 是每个人都有 但是程度也不一样 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只有靠自己去调整 因为只有你才最了解 你问题在哪里 比如说有人 他一被人家 讲到他的痛点的时候 他的反应非常激烈 有人不会 有人听到人家说他的错误 他会很仔细听 然后很认真去改 有人不是 有人他非便到底不可 他死不承诺 他不同 我是看过 看过有一个人 人家在台上 指名道姓地骂他 他在那里听 听得好像在听别人的事情一样 我在后面 我真的对他很佩服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他在讲你 你知道吗 他说当然知道 我说你都没有反应 他说我有什么反应 因为从来没有人 像他这样骂我 而且他是每到一个人 一定这样骂 我对他很习惯 大家也知道他是乱骂的 那我气什么 你看这个人秀养都好 人家会知道 事自有工断 我气不气 有什么关系 记住 我们不全好 也不全坏 我们一直希望自己全好 不可能 我们一直希望他全好 也不可能 我们一直骂这个人全坏 也不是事实 我的行为 只代表我的一部分 并不能代表全部的我 因为有的人 他只是嘴巴坏而已 他心很好 我看过太多人 我可以这么说 反正是心地越好的人 经常嘴巴越坏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坏心眼 所以他可以这样讲 有坏心痒的人 反正他嘴巴很甜 你去看好了 别人有缺点 我也有缺点 那就打平了嘛 我干嘛自己抱怨 自己责怪自己 把自己贬到这么低 也没有必要 我只要不断地 把我好的部分 我把它增强起来 把我认为不满意的时候 我慢慢去修改它 让它减少就好了 所以各位看我的书 我很少用消灭 我都用消减 不可能消灭 消减 减减减减减就好了 它还是存在 存在就存在 什么了不起 我们不能接受 环定决定论 但是我们要承认 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即使中国人 你说环定没有用 那是骗人 你说环定可以决定我们 那也是奇怪的 环境对我们有相当的影响 这谁就不能否认 但是你不能接受它 对你的控制 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 我们一直在这个社会里面 要生存 我们不能生存在国外 人在这里 而你把自己幻想生存在国外 这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我经常坐各社各样的车 各社各样的人开车 我都听到相同的话 哎呀 又塞车了 我心里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可笑 为什么 全世界的都市 没有一个不塞车 塞车是平常市 你到瓦森丁西 过一条桥 可能过40分钟 我们在台北曾经 看到的那个建筑物 半个小时到不了了 你下来走路很快就到了 它就到不了了 可是你如果坐那个计程车 您好不好意思说 我在这里下 那他先想你下 那我在这等 钱谁付 拉着你下 同甘共苦 是不是这样 你乖乖地坐在那里 发呆 看到了 半个小时 因为车子根本不能动 全世界只要是都市 没有人不闯红灯 所以我们很多观念说 哎呀 这个美国人多好 你去纽约看 纽约没有人闯红灯 我输给你 那什么人都闯 你不闯那怎么办 我没有鼓励闯红灯 他不要有时候 哎呀 我真想说 我只是告诉你 在巴黎 在伦敦 在 纽约 如果大家 感受那里的人 不闯红灯 我就一百个不想 我们到伦敦 他有一天的票 你这一天可以走来走去 就这张票 等到晚上 你要回家了 你一出来 好多年轻人在那里 承接你这个票 因为那时候他刚要出去玩 所以你11点回来 他哪里的票 你11点回来 他又哪里的票 他最起码还可以玩半个小时 我的个性 是我的社会个性 因为我的存在 是依赖这个社会 他讲没有这个社会 你有这个人干嘛 你活不了 人一定要群居 一直因为你的事情 你不可能包办 全做了 不可能 那很辛苦 我们是独立的个体 但是你是社会的一部分 所以你不能反叛性太强 不能 当所有人都靠右招的时候 你要勉强自己 靠右招 当红灯的时候 你要勉强自己 忍耐 你不要去讲理由 这样就对 我们要接受社会的约束 我们要接受文化的规范 不能太叛逆 太叛逆一定是鬼 你要判理 回家才判理 你管起文来 怎么判理都可以 你出来 你就要接受团体的约束 因为你是团体的一部分 我倒请问各位 是有国才有家 还是有家才有国 对不对 中国人是有国才有家 没有国哪有家 但是西方人是有家才有国 没有家哪有国 没有家哪有国 这句话也对 不能说不对 他们甚至家里面还是以个人为主 所以叫做个人主义 那我是很公开的讲 在中国社会 自我意识太强 个人意识太强人 都是没有什么前头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自我 我希望各位慢慢去听 中国人是扯来扯去 扯来扯去 扯到一个合理点 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是活生生的一个独立的个体 怎么会没有自我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 所以我们彼此要自己 约束自己 不要太过自我 讲的对了 因为你还要想别人 所以我现在给各位一句话 大家做参考 前半夜想自己 后半夜一定要想想别人 但是很多人跟我讲 后半夜我都睡着了 我们要开始想别人 所以我们就睡着了 就是你不关心 前半夜你想自己 没有能够怪你 因为人不自私 其实也天诛地灭 人自私天诛地灭 人不自私还是天诛地灭的 因为你活不掉 不要讲好听的 外面堂皇的话 前半夜想想自己 后半夜想想别人 做任何事情 大家一定要记住 除了我以外 还有别人的存在 而且不要把那个局限到我跟你 西方林经常牵涉到 我跟你我跟你 中文还有个他 那个他很重要 他比我跟你更重要 因为我们两个的对错 是他人在决定 不是我们两个在决定 这话我讲清楚一点 两个人在这死变死真 都是我对 他说是他对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大家看他错 他就是错了 大家看我错 我就是错了 所以我这里要呼吁大家 要尊重第三者的存在 要尊重他人共同的批判 而不是你跟我之间的事情 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好争的 我再对 大家说我错 我就错了 你再错 大家说你对 你就对了 大家的批判才是真的 我们两个是有成见 谁都说自己对 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错 你只要把这些都搞清楚以后 你就知道世界上的事情 其实 它是那种 团团转团转的 而不是直线型的 很可惜我们现在受西方的影响 我们的思考都是直线的思考 对就对到底 错就错到底 没有 对会变错 错会变对 它扯来扯去 中文脑筋就是这样赚来赚去 这是阴阳文化所造成的 我们的思考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样 我们的逻辑跟西方人也不一样 科学是一样 但是思考的方式是不太一样 你看西方人他没有实验 他不会写报告 我相信我们都是过来的人 我们分组 你实验 我写报告 同时完成 我们实验的结果 都不会很准确 因为很准确就是假的 不会差太多 差太多就是不用心 都差那么一点点 做这个实验也有所用 但是你要改中国人这样的个性 很难 所以我们一定要培训一些 完全从事科学的 而不是要求所有中国人 都变成很科学 没办法 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很困难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看我用两个非常 你就知道 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但是因为他设置了三道的黄火墙 第一道就是有些人 他一辈子都听不到这个答案 这个黄火墙各位已经突破了 因为你今天一定可以听到 第二个黄火墙 是他听了后会笑 有这么简单的吗 这种事情是老子很早很早就指出来的 凡是听到道理就会笑的人 那他自己要负责 就是因为他智慧还没有开 他没有办法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救他 第三道黄火墙 第三道黄火墙 是你听了 你不会笑 你会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做不到 做不到 这是什么问题 这不是智慧问题 这是辅分的问题 所以你看人生 他有三道黄火墙 一道 圆 没有 他没有这个机会 他一辈子都在墙外 这种人叫做自觉 以前我们听到自觉 就是会是自杀 实际上自杀有两种 一种是把生命去掉 一种是把精神磨灭掉 他生命还在 他还活着 但是他已经自杀了 这种人很多 这个叫做缘分 机会 第二个就是智慧 我们现代人 最缺乏的就是智慧 千万千万记住 知识越多的人 很可能智慧就越小 那第三个是更麻烦的 就是你的辅分够不够 辅分不够 你就算听懂了 就算领悟到了 他还是做不到 这个不是决心的问题 也不是意志的问题 我想各位就听了这么简单几句话 你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有很多观念 真正是不正确的 都在骗自己 都在害自己 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讲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他只有两个 我们叫做关键语言 他只有两个而已 一个叫职场 一个叫幸福 就没了吗 你先问你自己 什么叫幸福 对不对 这是很多人 没有办法突破的 如果你认为赚钱 就是幸福 那你一辈子是很辛劳的 如果你觉得快乐 就是幸福 那这种人是很浅薄的 你如果说 我要有成就 那这种人是很苦恼的 反正 人 要自己了解 很难 我们了解别人很容易 因为旁观者清 了解自己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当局者明 什么叫做情绪 一般人呢 他想到情绪 总是往负面的方面去想 你看 用闹情绪 好像情绪都是不好的 其实 不是这样 情绪没有什么好坏 情绪是我们 对环境的一种反应 那什么叫环境 以前我们只知道 外界的是环境 好像自己就不是环境 我们只知道 事物 山水 风云 是环境 人好像就不是环境 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我们自己对自己 也是一种环境 你看我们的心情变动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大范围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外在的 内在的 任何的变动 都会使得我们 有一种反应 而这种反应呢 就叫做情绪 当你看到好吃的东西 你的肠胃会蠕动 甚至会流口水 你很想去 有所动作 那就是情绪 反应 它无所谓好坏 所以我们 从现在开始 要了解 任何的环境 它都是会变动的 它不可能固定的 你看这边茶水在这里 它无时无刻不得变动 你任何时候 看它 你那种情绪 都是不大一样的 那什么叫做管理 如果谈到最后说 大家自己看着办 那就不叫管理了 管理一定有方法 没有具体的方法 不叫管理 管理一定有效果 如果搞了半天 还是没有效果 那也不叫管理 所以管理 它不但要提出具体的方法 而且你照它方法去做 多练习 你一定会收到好的效果 这样才有资格 叫做管理 情绪能不能管理 很多人认为不能管理 而我就是这个脾气 我没有办法 我想改 就是改不了 这种话 我们听太多了 那这样就无从管理起来 其实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情绪不但可以管理 而且它比其他的事情 你的自主性更高 因为它跟别人 没有太多的关系 它完全是你自己在决定的 这杯茶要泡得怎么样 那是别人在决定 这个电脑要怎么打 那是别人在决定 可是情绪是你自己 的一种反应 你是可以控制的 你是可以管理的 我想这些观念都是以前 我们不太正确的地方 中国人 跟全世界的人一样 他都有情绪的起伏 情绪为什么会起伏 因为外界的环境 内界的 我们的感受 随时都在变化 但是 全世界的人 他们情绪的起伏 都没有中国人这么大 中国人起伏最大 我们最容易生气 我们最容易 好像 感觉到不对 就要发泄出来 很难的忍耐 这样各位才知道 全世界都没有我们中国人 这么重视修身 原因在这里 同样不修 外国人其实 他的变化并不大 那中国人就差得很远 所以我们要修养 我们要修身 我们要修己 主要的原因 就是针对我们 这种情绪变化 特别的大 我可以这么说 你说中国人 怀疑心很重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人家外国人 看到什么 他都会相信 中国人很奇怪 他看到什么 就是不相信 又没有办法 一相信就上当 这是国情不同 环境不一样 你敢随便相信了吗 不敢 因为你十次 相信的结果 都是很惨痛的 因为你不相信他 他不会骗你 你一相信他 他就骗你了 所以你不能说 这是好还是坏 我觉得很多人 都在批评中国人 好像你不够信任 其实我们是无从信任 同样一种货品 他也贴上了检验的标志 你会相信吗 你相信也是倒霉 因为只要有真的 他就一定有假的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西方人那个没有检验 就是没有检验 检验过 他就是 会跟你保证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 偶尔也有例外 只不过我们的比例大一点 他们比例小一点而已 所以我觉得 一开始就相信 其实是很鲁莽 是很对不起自己的 你愿意看到一种药 你就吃 那你就是试验品 你无缘故做白老鼠干什么 中文都是华语的 真的 是这样吗 我们华语性很重 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中国人警觉性很高 你看警觉性你就变得很好了 华语性好像很不好 但警觉性好像就很好 所以我也建议各位 在中国社会 讲话要特别小心 对不对 你说 我们中国人 经常怀疑人家 人家对你的感觉怎么样 你说我们中国人 就是警觉性很高 人家对你又有不同的看法 我慢慢会感觉到 我们中国很敏感 我们非常敏感 我们一点不迟钝 你看外国人怎么讲 他好像都无所谓 他会问你 你要喝茶吗 你要喝咖啡吗 中国人大概都不会问 因为一问他就生气 中国很容易动怒 就是因为我们太敏感 人家明明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你就听出很多意思来 这个跟好不好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比如说我刚才一开始 我说我们这次要讲的 你看我用讲这个字 我没有用过这次要跟各位聊一聊 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用聊一聊 我们哪里有时间跟你聊 聊就表示你的东西根本不成熟嘛 才拿出来聊一聊 我们跟各位谈一谈 那谈一谈也不行了 这是很 郑重的一种课题 什么谈一谈聊一聊 所以我用这个讲 但是有人说 我这次要教各位 那更糟糕了 你教什么 你有什么这个教人家 但是这句话我就听过了 特别是从美国回来的 很喜欢说 我这次要教大家什么东西 大家听了就都很奇怪 你教我 我教你还差不多了 你看每一句话 它都引起不同的情绪反应 但是我们平常 很少去注意这些 我们只会注意说 不要去打人 不要去激怒人家 我们就没有想到说 你一开口 不同的反应就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一直告诉你 说话要小心 说话要谨诚 用词 你要特别注意 不能说我喜欢怎么讲 就怎么讲 不可以 因为 你一发出你的信息 别人一解读 它有不同的反应 就变成你的自己 最后 你还是要去承受的 我们怀疑心很重 我们什么事情 都是先怀疑 然后才慢慢慢慢去乡亲 这样你可以知道 中国人做事情 前面是很缓慢 不像西方人 前面是很快速的 所以很多年轻人 哎呀 中国人速度差 今天是个讲究 速度的时代 所以一直要快快快快 全错 因为西方人 快跟慢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呢 因为它 快了以后 它后面会遭遇到很多问题 最后还是要慢下来 我们不是 我们前面很慢 后面非常快 非常快 你看美国人要买一部车子 他没有 像我们中国人 那么 好久 他去看看 他就订了 我要这部 或者我要这种 颜色 这么细细数的 车子 可是你知道吗 美国人当你订好车子 可能要三个月 六个月 甚至于半年 他才会缴货的 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人刚好相反 中国人要买一部车 花好长时间 东看看 西看看 打听打听 没有办法决定 一旦决定 明天就交车 要不然我就不要 你从实际去了解 完全不一样的 很多人就是不了解西方 也不了解东方 然后他偏偏在讲一些说 这才是新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新的 旧的 没有 合适不合适 比较要紧 我们是属于那种 先坏后快 西方人是先快后坏 不一样 而我很坦白讲 总时数 整个整体看起来 中文是比较快 我们比较急躁 我们没有耐心 西方人很忍耐 你看西方人要坐飞机 他要等好久 然后坐上飞机 我说出来 各位也许不太相信 他可能让你在飞机上 坐三个小时 如果在我们这里 那还得了 那么早翻天才怪 因为机场太大 飞机排队 所花的时间 你没办法控制 大家乖乖地坐在那里 甚至坐到三个小时以后 告诉你 我们停飞了 我们改机了 各位回去 明天早上再来 停后我们通知 连一杯水都没有给你喝 这种事情如果在我们中国 那不得了 那一定吵得 他招架不住 大家要从实际的状况 去了解 中国人 他的反应 是非常快 我们很容易发脾气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中国人容易发脾气 因为我们的个性 是个字嘛 叫做人去人生 中国这个弹性 是世界最大的 就是因为弹性大 所以起伏也高低了 我们一看情况不对 我们比谁都忍耐 我们稍微 情势变化好了以后 那不得了的 那好像我是世界上 最了不起的人一样 西方人比较不会 他这种变化 没有我们这么大 没有什么人去人生的 没有 他们一切照规定嘛 我该说什么话 我就说什么话 我该做什么事 我就做什么事 中国没有 你看那些球员就好了 刚开始打球啊 最怕的就是教练的话 教练规定 都注意听 教练规定做什么 一切尊照他 可是慢慢的 每场球你得分很高的 你越来越红的时候 那教练就很惨 教练讲什么 你应该不听 教练教练教你做什么 你跟我提球鞋差不多 你要讲什么 他就不一样了 我相信带领中国人 拦就拦在 他很会耍大牌 我没有办法 我乖乖的 我稍微有办法 我就跟你耍大牌 你敢怎么样 来吧 试试看 你真的不敢跟他怎么样 我们嘴巴都讲 有制度啊 我们一切照规定啊 那是自己骗自己的 你敢照规定 才怪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 这是我们所处的环境 你不要听那一套 所以为什么中文特别强调 要守分守分 就是因为我们非常不守分 稍微有一点 他就自我膨胀 那样你不敢把我怎么样 你就完了 你看儿子没有什么出息 很听爸爸的话 为什么 要钱 儿子有办法就说 爸 你不要那么慢 否则你不要去 他就来了 那爸爸就开始要受气了 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各位心里很清楚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讲的没有一句话 是批评我们中国人的话 我不像一般人说 这个就是缺点 这个要改 我不认为这样 第一个 他有他的道理 第二个 你想改也改不了 很多人到现在一直想改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我研究三四十年 我告诉你是改不了的 而且不必改 因为他有他的道理 这样各位才知道 全世界很少人讲什么伦理伦理 只有中国人讲伦理 没有伦理 爸爸就搞不过儿子 儿子就生气了 所以说还是要尊重老爸 就是伦理在哪里 因为没有办法平等 一平等那就糟糕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企图 把西方那一套 弄到中国来 要小心 因为最后还是你吃亏 我们总认为 别人不应该这样对待我 你这样对待我 就是不公平 问题就出在什么叫公平 我问你什么叫公平 西方人公平是大家一样就叫公平 中文是我特殊才叫公平 你跟我跟大家一样 你算什么 你有眼无珠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不保留的 我们中文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那个老板出去啊 他一定要找几个人陪他 而且他走中间 他讲话那种声音就是不对 他都在表示说我是老板 你不要小看我 如此而已 你看我们在餐厅在哪里 讲话声音都大 我告诉你 反正讲话声音大 你不要去听他内容 他只在发出一个信话说 我是了不起的人 你不要小看我 你不要惹我 惹我我会生气 就讲这句话而已 他没有讲别的 你以后去听 反正声音讲得大的 都在讲这个信息 其他都没有 根本没有意思 没有内容 我不要说得很清楚 西方人讲话 你要听他内容 中文讲话是不需要听内容的 他是发出一个信息而已 没什么内容可言 否则你会上导 为什么他讲话声音要低 就是他形式不如你 为什么你讲话敢那么大声 我用敢着 你敢那么大声 就是你目中无人 如果你说我不是这样 那你更糟糕了 那你是完全不了解 你这样冒冒冒冒冒冒的 你开自己玩笑 中文讲话可以大声 可以小声 你要好好去了解他 好好去应用他 来保障你自己 我用这个保障自己 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一个人连自己都保不住 你有什么本事 你有什么本事 你连自己都保不住 你能保谁 能活着就是保护自己 这话有什么不好讲的 我们的自尊心很强 我们不容许被人家轻视 中文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怕人家看不起 我没有钱是没有钱 你不能看不起我 你看糟糕不糟糕 一方面你又承认钱很重要 一方面又承认 没有钱怎么样 你不过几个臭钱而已 你神气什么 那钱完了 我们的社会是没有一定的标准 除了伦理以外 我们几乎没有一定的标准 外国人有的是按钱来划分 有的是按地位来划分 有的是按年龄来划分 他有一定的标准 我们没有 我们很喜欢制作主张 对不对 中文有缝就专 就是制作主张 你记得有门 如果很多人 他马上看旁边 诶 怎么不能走 他走了 你是不能走 他就开始发笔记的 怎么不能走 外国人不会这样 外国人的脑筋很呆板 他没有这么多 什么制作主张的表现 他没有 你看外国人到一个地方 先要看这个地方的规定 一切照 这规定去找 中文从不看规定 我不想各位知不知道 外国的餐厅 外国的服务场所 他第一条规定是什么 就是不能够对我们服务人员不礼貌 不能够 你中国你敢写这条吗 他们很奇怪 他们一方面讲 顾客永远是对的 但是他们第一条就是说 你要对我们的服务人员有礼貌 下面那句话就是 否则的话我把你赶出去 你赶不礼貌 我就把你赶出去 你认为你在这里消费 你让我赚几个钱 你就大惊小怪 你就在这里 搞得我们不安宁 我妈你赶出去 你怎么样 我们谁赶 我们很多重要的东西没有去讲 所以我们今天 把西方很多东西拿进来 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因为它跟我们的情绪不太吻合 我们最怕的就是你有很多规定 偏偏我们社会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天到晚生气 那有什么办法 中国人还有一个更可怕的 就是说他生气的时候 他是完全不讲理 这话我要讲得很清楚 中国人是天底下最讲道理的民族 这句话没有人会否认 所有的道理都被中国人讲完了 外国人要跟中国人讲道理 那插太远 他们懂什么 他们讲不出什么道理 但是 中国人 有一个时候他是不讲理 就是你惹着他生气的时候 他就不讲理 你看一个人平常很讲理 突然间不讲理 你就问他 你怎么不讲理呢 答案就一个 你把我气成这个样子 我还讲理 这中国人最厉害就是说 我不生气我很讲理 一生气我就不讲理 但是 中国人 几乎24小时都在生气 所以他永远不讲理 他永远不讲理 这是很多人搞 一辈子没有搞通 就是中国人是很重视 道理的民族 最后搞得大家都不讲理 就是情绪管理没有搞好 中国人情绪稳定的时候 他比谁都讲理 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他比谁都不讲理 我用四个字很难听 叫做蛮不讲理 你怎么样 那你拿他没有办法 是中国人很好商量 但是有时候很难商量 他情绪不好 随便都没有用 不管你是谁 天我脑子我都不怕 你就完了 为人处事 最要紧的 就是把情绪管理搞好 所以我们现在 一切一切的管理 情绪管理第一优先 第一优先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中国人见面不太谈正经事 因为谈没有用 我们都在寒暄啊 都在说 你最近脸色 越看越好啊 都在讲这种废话 那就是情绪管理 这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你想办法 让对方情绪稳定 你再来讲 就有效 你当着这路 见面就这样 他火大了 什么都没有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人 因为西方人 他是工作导向的民族 一见面就谈工作 中国人 像我是一见面都不谈工作 你谈工作没有用嘛 你什么用 根本没人听嘛 你碰到一个人 问他说 你那个表情好了没有 他怎么反应 我希望各位了解 中文嘴巴讲的 其实都不算数 他心里想的是真的 嘴巴讲的是假的 你那个表情好没有 他嘴巴都讲好好好 但是心里头都想 你自己不会舔 一定要我舔 我手痛你不知道 你要我舔 根本没有用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是觉得 我们要特别小心 我们把情绪稳定下来 大家什么话都好谈 否则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情绪管理 一旦情绪管理不好 那我们就什么都标准 我们要做任何事情 先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 你再做其他 这样就有效果 否则 我们都是白忙一场 我常常用自己骗自己 来形容这些事 很紧张 很努力 然后 是没有效果 那我们 这个 当元的 结论就是说 为什么要修己安人 就是一方面 你要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 一方面 你还有办法 让对方情绪也很稳定 你是最会管理的 你不生气 他生气 你也没有用 你稳定 他不稳定 你也没有用 所以为什么 我们每次讲修己安人 修己安人 很多人考不懂 管理跟修己安人 什么关系 就是情绪的问题 中文情绪好 大家都讲道理 然后呢 很快就有一个默契 很好商量 那一切 有共识 就好办 不要急 先把共识 建立起来 而共识是很难建立的 那必要是什么 要大家情绪良好 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讲什么 他根本听不进去 他还跟你建立 什么共识 这样各位终于了解 为什么管理 叫做修己安人 不是西方那一套东西 修己 就是把自己情绪稳定 不要 不要 现在很多领导者 他这个情绪 都是不稳定 你一不稳定 别人又更能不稳定 你天下大乱 没有好处 安人就是让对方情绪 也稳定 你自己稳定 他稳定 大家都稳定 很好商量 然后很快就 把力量集合起来 就可以把事情做好 现在你回到什么 回到远古远古的时代 人死了怎么办 就丢到郊外 不然你人怎么办 你跟动物住这样子吧 那人还能怎么样 所以人死了 丢到郊外 我告诉你 有些民族更残忍 人老了就把他推到郊外 不要等死 等到死 我现在问大家 你忍心这样做吧 把老人家推出去 冰天雪地 不是冻死了 就是被动物拖走 吃掉了 这是历史有记载 你也可以想象 当初的确是这样 不能怎么办 你老了 你不能治理你的生活 你什么都不行的时候 你也依赖我 推出去 后来觉得这样 不对 不忍心 毕竟人是人 不是动物 所以我们就等他死了以后 然后才把他丢到 到郊外去 丢出去以后 有一天呢 你又经过那个地方 一看 哎呀 那是谁 那自己的爸爸 那怎么呢 被啃的那个样子 上面还有很多 那个苍蝇 还有什么 其他小虫 你忍心 这样看下去吗 你心里不难过吗 赶快回家 带着工具 用泥土 把它搬起来 这就形成了 殡障 那殡障 慢慢会有一套仪式 然后就开始有墳墓 就开始看风水 就开始要算他的祭日 然后来祭拜他 人是因为有 侧隐之心 不忍心自己的 父母 当然祖先又比较早一点了 你所能看到的是 父母你一定看得到的 他往生的时候 你不把他埋葬起来 你心不安 所以孔子只问人家 你心安不安 没有说你应不应该这样做 没有 因为这个跟应该不应该差一节 别人家的事 你应该不应该 自己家的事 你心安不安 这有点区别的 然后把他葬好了以后 就要扫墓 就有清明节 其实我常常问人家 为什么什么节不好叫 叫清明节 很简单 就是告诉我们 人只有死了以后 你才可能清明 只要你活着 你就是不听不明 你怎么清明 老实讲 以前人任何名字 都是有他的意义 不是随便给的 哪里随便给的 今天人随便给个名字 那还得了 我算笔画 笔画又怎么样 那你就查这点算笔画 人 要看这个人 他的整个环境 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生出来 然后你给他一个 瞎如其分的名 这个才叫做正名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 不是讲迷信的 但是慢慢大家 不懂了道理 也不会讲道理 就开始搞迷信 玩花样 然后骗钱 骗人 这是很不好的现象 那就叫偏道 非正道 我是觉得中国人的事情 永远只有一个答案 很难讲 很难讲 有的公司 总经理大 有的公司 董事长大 看谁做 中国人永远是看谁做 美国的公司 是董事长大 叫做HONOR 所有的人是最大的 不是CEO 他想CEO 不听这个HONOR的话 他随时被干掉 那个人叫做董事会主席 董事会主席 一开会 就把CEO换掉 随时可以换掉 你看你有多神气 中国人不一定 中国人这两个人 他是扯来扯去 扯来扯去 看谁的形式比较好 你就拿他没车 就这么简单 就算公司是你唱饭的 你也有一天会拿总经理 没车 因为他把人通通不好了以后 他就不听你的话 你控制不了他 了不起你把公司接受 你接受我就接受 我随时总的接受 你就惨了 所以为什么董事长跟总经理 他们的关系是微妙 很微妙 有配合的很好的 有水果不相容的 我一看过水果不相容 经理有事情去问董事长 董事长说 哎这个我不能确定 你去问总经理 请你去问总经理 不需要话 当然要去问董事长 你问为什么要 因为什么 因为凡是董事长说yes 总经理这种东西 有这两个合伙不是没有 他们两个是因为自同道德而创立公司 创立以后才知道原来被他而知 但是已经看上来嘛 反正你主张了我去反对到你 不是没有 原来是好朋友因为合资来设公司以后 关联成仇太多 所以这个问题也只有一个解释 看情况 你总有自己 但是我说什么必要 我觉得是这个感觉 如果这两个合伙和平 对不对 总经理几乎是对类的 战略是他 董事长是对外人 人籍关系是他人 这样的分工会很好 我很少看到说 董事长管战略 而总经理去管人籍的那些事 很少 因为对一个拥有的人来讲 他关系永远是最重要的 策略随时可以感觉 关系一定掌握在这里手上的 你把所有关系都让给总经理 有一些总经理一翻面 他把所有关系都拿掉 你再有战略 那你来当总经理 你当不了同事 如果两个搞不好 那怎么办 那势必各自发展人际关系 但是都不容易 那迟早要一分勾力 我觉得很多事情 你需要看真正的状况来分辨 你才有办法判定 每一件事情都要有过程 都要有时间 他是逐渐积累起来 好像一个人你看他说 哎呀 他这方面很新 你要知道 他是吃过多少苦头 才念旧的功夫 因此呢 一个人相培养忍耐忍耐忍耐的修炼 然后当你翻脸无亲的时候 你才不会失控 才不会抬款就翻脸 一个人没有忍耐的时候 他随时在翻脸 经常翻脸的人 翻脸是没有用的 偶尔翻脸 翻脸是有用 对不对 你看一个老板动不动就发笔记 他的干部根本就不理会他 他认为这是你的习惯 对我有什么影响 他不会重视 一个常常骂人的人 骂人是没有效的 一个很少骂人 偶尔骂人他是很有效的 天天看着小孩就打的人 那就是虐待小孩 对不对 从来不打小孩的人 那就是你对你的小孩没有爱心 没有什么爱心 所以现在我们都主张 什么不能打爱的教育 就像害死多了 你怎么可以跟你小孩讲 我不打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能让他打他 你不能告诉他我不打你 他就认为你不能打我 我为什么不能打你 那我是你爸爸 他不能打你 他随便打你 我这话都公开讲了嘛 我不能乱打你 但是你实在不像话 我不能不打你 尤其是我的责任嘛 这样才对啊 站在不打不打的立场来打 而不是放弃了打 我通通不能打了 哪有这种事情 我通通不能打 对不对 你说警察能不能打老个姓 你说不能打 你只要说公安不能打老个姓 抓起来的案例你就先打 他心里想过还不能打你 人家看到我不能打你 没有看到谁打 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你惹他太多的问题 惹他太多的烦了 没有你 我会这么吃苦吗 我不能讲这种话 就说你不能乱打 你不能无理的 他往后不太会打他 他往后不太会打他 我觉得很多道理 都是被那种意志半解的 真真扭曲的 打小孩 我的观感很简单 一句话就这样 不要问应不应该打 不要讨论要不要打 对我们中文来讲 打不打不是问题 怎么打才是问题 你抓不起眼睛怎么打 你就成功 天天在想要不要打 就漫威事件 对干部也是这样 我不轻易翻面 但是我不要说我不翻面 你不知爱我就翻面 你才有个警惕的意义 这个恩威要并积 一个人只有恩没有威 那所有干部都提到你头上来 那你还得了 因为是你自己制作的时候 一个人只有威 没有恩 那就是刻薄划分 那种人叫做刻薄划分 做人不能刻薄 但是不能说 逆爱放纵 反正逆爱放纵都是没有良心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 每一件事情都有两种分好的看法 音量文化厉害就是告诉我们 都有两种的方向 你看我们的经济也是这样 当有人看好的时候一定有人看坏 这是必要 因为它是变化 它是变化 你怎么能说好就是好到底 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 头脑经济学家 从两个讲的不一样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 只要有人说好 就开始有人说好 他总有一个对的 所以我们说 这经济量两个其 就是其中一个不一样 那不对的 他就开始不讲话 那么就好了 因为一切都在变化 世世是难料的 尤其以后 那种变化多半是你料想不到 同样的人际关系 你用的好 它就是很好 用的不好 它就是不好 比如说我跟你说 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我要钱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走走 这是好处 我有需要说 你会帮我忙 这是好处 但是也有换处 就是会引诱我 有这个动机跟你借钱 如果我跟哪家银行都没有来往 我就不会去动脑筋去借钱 就是因为你跟我很好 而你又可以借钱给我 我才会动脑筋去借钱 结果一借钱呢 结果一借钱呢 我就因为有钱啊 就花得多啊 然后就乱亏掉了 我最后就会讲 一件事情 有利便有弊 有好就有坏 你用的好 你用的好 这个人 就是很懂得能力关系 一出事 你就知道 他的能力关系是害他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要看一个人成功的一面 不要看 如果要批判一个人 我们不会在他活的时候批判他 我们有一个主张就是盖棺才能论钉 那个钉子敲下去他不会变吗 他就变了 就是这样 只要他活着 他随时就变 你看我讲课 我很少讲那个活人的时候 一讲他一变了 我要接你还要重新来过 麻烦了 如果去华一你就要去世代 你就要去世代 你可以跟那个人讲说 我看了 我能解杀了 你来接我的位置 你可以这样讲吗 他很兴奋 他问你什么时候吗 你就知道这个家伙 你不排好运啊 对不对 你随时可以设 为什么不能设 不要老是在这里怀疑啊 想办法 你去设就好了 从各方面去试嘛 试到你能忘心 就没事了 试到你不能忘心 那你自然你会采取 或者叫他设一家分公司 让他去做 或者帮助他去创业 你自然会做 一般人都会有这样的怀疑说 嗨 他讲得头头是乱 叫他来干个总经理试试看 能像他那样讲的 他不相信 这个我可能这样子 因为本来就这样子 我是搞过企业 但是我不会常见 我把这段稍微说一下 我是师范大学毕业 师范大学是一定要去教书 我教了一年书 我就去当兵 台湾是每个人都要当部 我去当兵当了一年半 我当兵的时候其实没什么事做 我就开始想 想我退役以后要做什么 当时我就决定我退役以后 不教书 因为我教书没钱赚 所以我回家之后就跟我爸爸讲 我退役以后我不打算教书 后爸爸就很奇怪 在国家赔两名出来要当老师的 你是见地望地嘛 他跟我说 我们讲什么东西要用 钱比较重要 也就是说 我已经教了一年 已经还给政府了 我还教 我教 我爸爸说你不教干嘛 我说做什么 我爸爸很会 他说做生意就做生意 他就把我介绍到他的好朋友里面去 我后来才知道 他这是就地扣管 因为他的好朋友随时会跟他打报告 我在干嘛 我当了一年 做生意 我做了一年 那个老板很好啊 样样让我适 我这个不喜欢做 他就这个 什么都做过 所以我就跟老板讲说 我不做生意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一年下来只有一个心得 就是我的个性不适合做生意 所以我就打另外一个爸爸来 爸 我想回来教书 我爸爸很高兴啊 你还做生意 你还做生意呢 你不知道教什么书 我说不行 这做生意将来下去啊 我的整个人格会流去电 因为我没任何个性适合的去做 我还是适合讲说 你看我从此以后 我很实现 多少人想挖我去当同事 当董事长 我绝对不懂 因为我已经试过了 所以我是鼓励年轻人啊 你就试一试看吧 怕什么 一年半载 在你人生当中 起不了多大作用 年轻是没有包袱 年纪大的事你经不起 经不起 那时候你有家庭 有小孩 你怎么可以试 要试 要趁年轻 很多事情你没有试过 你真的不懂 我讲过嘛 从事企业要有三个条件 一个要眼睛很嘴 那个目标是啥 一看看很嘴 一个要脚步很稳 我很扎很大 还有一个要狠 我其实不够狠 那不够狠你当老爸跟他 大家不要听错了 狠有两种 一种叫做 无情无义的狠 那个将来就是很惨 一种叫做 有情有义的狠 你看成功的老板 就是有情有义的狠 他不可能是无情无义的狠 可是我连很 这个基本条件都没有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谈 什么有情有义 所以我就放弃了 但是我已经获得很多的经验 那些经验 因为一年我什么都试过 我是不这样清楚 一直到今天 没有太大的感觉 没有 没有 我就讲个简单一句吧 哪一个我买东西的人 他告诉你 你不要开发票给我 你开发票给我 我就不跟你讲 我自买后 你不能开发票 另外一个人来说 我自买发票 我不要获得 一如啊 你年轻的时候觉得 你很奇怪 不这样 我就说了 我不习惯的 那爸爸说 你不习惯你要干什么 我说我去管仓库 仓库是单纯的 管仓库跟头头 为什么 库存量跟那个账面始终对不起来 而海关经常要来查 这个才罢了 所以我就慢慢感觉 我们老板有一套 海关也有一套 海关必有一套叫海关 他都是11点50分 坐三轮车 他说只有三轮车 然后 就告诉你 我来了 你来干啰 炒仓库 谁都知道 老板就说 这个时候啊 我们先去吃个饭吧 再来查吧 然后一次次上边讲 我们才有时间 搬啊 弄啊 搞的啊 跟账面对 所以为什么参考要有内外 要有暗门 就是把多余的 搞到后面去 然后外面一查 嗯 你们还不错 就回去了 我现在搞这个干嘛呢 然后我就去跑银行 什么都搞不错 所以我说 谢谢了 我要回去教授了 我是有这么一个故事 那你说我跟家人处得好不好 我可以跟各位讲 我跟我家人上下 现在我们都没有带过 我们通常没有带过 我爸爸当我二十岁 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 什么话呢 我小孩 小我二十二岁 最大的小我二十二岁 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 你看我女儿 每个礼拜打电话 他每个礼拜一定打电话 一谈跟我 跟我太太讲一个小时的话 他完全不在乎什么 长头电话的会 完全不在乎 有时候我觉得 哎呀你这样太花钱了 他说爸爸 你休息休息 我跟妈在聊 你妈在聊 而且 然后我女儿讲了一句话 我是觉得 我对他花很多心思是很扯的 他讲一句话 他说我们在美国 只要吃到好的东西 都觉得心里不安 我说吃好东西是不安的 他说我们都会想到 爸爸妈妈还没吃 我们就先吃了 这样对吗 我说有些一句话就告诉你 不要放在心上 吃 不是 现在小孩根本 现在小孩根本就不就有现实了 还就有现实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去美国 机票都是他买的 事先买好 机钱寄来 是把握不去 这样就好快了 子女 他慢慢会了解 你是怎么对待他 他会以你对他的方式来对待你 一定 这个是跑不掉的 其实我对小孩很严 很严 我一点都放手 我常常跟他讲 我女儿出口 我送上去 我只讲一句话 不许嫁给外国人 我就没说 要不然他到外国很容易就嫁给外国人 因为外国人很会见殷勤啊 三天两头给你送花啊 送花算什么呢 但是你会心动 然后就上当了 嫁给外国人以后才知道 这么呆 他已经嫁给他了 我讲的是一般人的事情 你看多少人嫁给美国人以后很后悔 我说后悔什么 他讲说 那么白 你怎么讲他都不懂 他怎么懂 他脑筋是死的怎么懂 对不对 你看我们那天啊 从青岛 祝福离回来 那个登基门 改来改去 这中国是很通常的事情 对不对 好 改了 好我们就 到那边去 到那边去 那个飞机上面 标志是前一班飞机的 那中国一叮就 一看就知道了 两个老人家的议论会问 像我们到这里来 那一不是这边飞机 这在看什么 老人说 啊中国人这是傻见 中国有什么傻见 是你傻见的 中国人傻见 中国一看那个孩子 就是上一班飞机 我基本上还没开始 反而不是这一班 中国就是这一班 那不知道 有个韩国人跟没有 他一进到广播 就去了 那边正好啊 通路上飞机门关了 他偏偏停一摇门 门锁当 跳跳跳跳跳跳 轟一下呢 后来我还说问他你干嘛 我说我们这段呼机 广播时间里 我说没错 还没开始你记住 一开始就大一点 咬一半 然后他们一见到 都是种不能乱七八糟 就这么可笑 我只有三个字 不要急 你记什么 那这风水是轮流转的 我们刚刚才起来 人家已经快要下去了 风水轮流转 转世界一圈七百年 七百年 你去看 他都是这样子转 然后转回来 所以我常常跟 台湾的人讲我说 台湾岛如果是横的 它的景气又比较长 偏偏它长成这样 景气一刷就过去了 所以一个土地长成这样 跟长成这样是不太一样的 中国它就长成这样 中国它就长得一样 你看我们的景气是从哪里开始 从广州 从深旧 然后慢慢的 从温州 平波 上海 然后慢慢过来 根本内陆都还没有开始 即使沫 可是美国呢 台湾倒下去 听听着啊 十九世纪 是英国人的事 你看英国人 全世界都是他的地产 他的国旗日不落 日不落 二十四小时 他的国旗永远升得上 因为全世界都升英国人的国旗 可是一下子不见了 二十世纪美国人起来 美国称霸全球 可是美国届时 被伊达克拉得很惨 一个手打出去 拉在哪里 戳不回来 搞得烦死了 对不对 美国危机从头 因为二十一世纪 中国会起来 我不用推论 我只讲一句就好了 老天如果要中国起来 他一定会想办法 不用我们想办法 我们想办法 让美国下去 一句话就讲 不过我必须要说明点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太多的机会讲到 忠诚跟忌诚 因为毕竟时间的关系 我大部分偏向你 高层 忠诚讲忌诚 他是讲的是大事 归归君举 实实在在一百年 那个时候 法家跟辱末家变得很重要 这个世界 所以你不要说 我听过了 因为时间 还是有限的 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 来不及 去说 今天我希望各位 要两句 你看我们很少去讲末家的东西 很可惜 可是你也不能怪我们 徐教堂当初去 名叫做末家 中文一看末就想到全军皆末 所以末家你不能不见了 你这去的吧 那怪我 一个人 先讲儒家 再讲道家 你会比较扎实 一开始年轻轻轻就讲道家 恐怕不是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是以儒家为主 道家为主 儒家为主 法家为主 儒家为主 末家为主 不是说中文通通讲儒家 不是 他以儒家的思想 做一个主 他坚固其他 一个人不可能单纯的用意 家的事情来处理所有事情 不可能